马上带各位来关注到说呢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也就是5月10号 从我们的下午4点钟呢 就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是北高行的一审宣判 其实我们当天会在下午2点钟 就开始来开启直播 包含整个新闻团队 我也会在现场帮大家来解析 因为在我们中天在面临关台之后 对于NCC这样子最后关台的决定 是不符的提起了行政诉讼 台北高等地这个行政法院呢 目前已经决定会在下个星期三 来做出这个一审的宣判 而到时候的宣判结果呢 我们希望说 透过在整个的行政诉讼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一的被调查证据 挖出来的秘辛 可以作为一个法官呢 来认为说NCC真的是行政违法 太严重太离谱 而撤销原本的决议的 这样子的一个判决 我们希望是可以拿到胜诉的 我们就要带各位来看到说 到底有哪一些行政缺失 甚至行政违法的问题呢 这几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 就是它所谓的配分比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评分标准问题呢 因为在整个审判过程当中 一百分里面它分成两大块 一块呢 是对未来六年的整个营运计划 配比是百分之六十 还有就是从过去到审判当下的一个 营运执行状况 占了百分之四十 其实光是这样子的配分 它就已经有些疑异了 只是因为过去审刀 它是一个形式上的成刀 基本上呢 就连NCC自己都讲过 基本上都是予以换发的 但它自己说话不算话 不然说真的 六年未来要怎么样去做新闻 这件事情也是为人诟病的 因为你怎么可以就直接的来伸手 介入我们整个的内容规划呢 好 撇开这个不讲呢 在整体来说我们就发现了 在整个配分比 你不但是用了旧的 从未公布过的105年旧标准 甚至是怎么样 你完全无视 就是你自己定的一个新标准 也就是说它是违法 采用一个救治的方式 你自己已经定了新规定 你却不用 这件事情明显程序违法 即便它在听证会过后 补了一个新闻公告 说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或是用这样子的评分标准 来做裁罚 但显然呢 球赛已经比到最后倒数三分钟了 你才要来改游戏规则 没有人可以接受的 而且除此之外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包含刚刚讲到的 这个评分标准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到底下的部分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评分当中呢 就发现说 奇怪了 明明满分五分的这一个项目呢 你说我们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给出了一个没有问题 没有异常的意见审查之后呢 你却只给了两分的低分 这显然就已经是 故意给了一个不及格的分数 我们按比例来说的话 那这难道不是恶意低频吗 除此之外 我们要带各位来看到的是呢 在整个的裁判的过程当中 因为这些审查委员 还有鉴定人 会写一些建议书 但却发现说呢 明明这个是用来审查 内部控管机制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是客服部门的处理 好 整个客服部门的编制意见处理 好 这个是客服要做的事情 没有错 但是呢 他对于客服的要求是 所谓的你接到客服的电话之后 SOP要怎么处理啦 怎么样去对于听众 观众朋友来做应对啦 这才是客服部门应该要做的事情嘛 没想到呢 他最后写的意见理由 居然是他认为说客服并不能直接把内容马上放进编辑室 来去呢 做直接影响新闻第一线的一个制播 那这样子就显然很有问题了啦 这难道新闻自不自律 会是跟客服给绑在一起的吗 显然呢 他故意用了客服去扣我们自律管控的一个大帽子 来作为说跟审查 应该要审查事项完全不符合的这样子一个裁判 那所以在各个项目当中呢 已经都有一些恶意被低频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所以下一张部分也要带各位来看到了 这夸张的不只有如此啊 另外一张呢 其实就会显示出来说 这些审查委员们呢 出现了所谓的同样一个模板 在去套用这样子的基势的情况 虽然说呢 他们一定不会承认 但是呢 光是看这个相对的内容 包含的是呢 108年3月份 2019年3月份 你就知道这个只是词语的调换 好 除此之外呢 他讲了以新闻为例 什么样的一个新闻 例子呢 一模一样 好 你觉得这个只是呢 刚好他们针对的点一样 那你持续看下去 包含的是 申请日前清零NCC记者会 这一边呢 他却是直接把日期列出来 一样是清零记者会 甚至呢 我们看到后面了 并与NCC 清零记者会之后 并与NCC发言人 有频繁之问答 没想到另外一位 媛媛呢 可以讲到一模一样的话 并与NCC发言人 有频繁之问答 请问有什么样的人 会两个人讲话 一模一样 用字前字也通通一模一样 然后只有关键的 好像是呢 特定人士 帮你换成韩国瑜 好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难道不是有所谓的公版 还是说呢 有互相去商讨的情况出现了吗 这当然应该是要每个人做独立的一个审查机制啊 否则你就派一个人就好了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些非常像是复制贴上的情况 不止一处 甚至我们看到包含的是 一样哦 又是这两个委员 然后另外还有审查委员4跟7 出现了同样的误善之处 什么叫误善之处 在这边呢 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在整个审查过程当中 不是有条列很多项目吗 可能要写在第二项的 他不小心写去第三项了 这个呢 不是他恶意的去弄错 只是说呢 在腾写的时候 因为真的是很复杂 所以他们需要事后的校正 但是呢 你错的地方 不小心错的地方 也通通一模一样 这难道没有彼此来 到底是有讨论 还是有公版 这样的问题也已经备受质疑了 这些通通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怀疑 更别说了 中天拿下十连胜 过去来关台中天的理由 根本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我们也要来看到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也说了 这个行政裁量权呢 已经被NCC滥用了啦 就算中天透过司法救济 就算我们真的在一审 当然我们希望 一审可以拿到好消息 可以拿下胜诉 但是呢 即便我们拿回执照 这些年受到的损失 受到的舆论压力 受到的抨击 请问NCC或是主委陈耀祥 赔得起吗 如果NCC在这个财阀 要撤照的理由 主因是因为 比如说短期内 比如说一年两年内 这个中天违规的事项太多 那导致呢 这个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评比 那最后 这个中天电视台 透过这个司法的诉讼 的这个救济程序 把其中很多这种违法 财阀的事项都已经推翻了 那原本的这种所谓的 撤照官台的理由就不存在 那对于中天来讲 当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利 可是像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说 当初NCC在做这个 撤照官台的决定的时候 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也就是说就算今天我财阀了你 二十条三十条 那就达到所谓撤照官台的条件吗 就是我说这个部分有很大的 变成说行政材量权被滥用的问题 那如果今天你最后是要靠 就是说行政滥权 最后司法救济 可是实际上 其实大家也知道这几年 这个中天实职已经被撤照了 实职已经被关台了 那这些损失 即便到时候司法救济 假设这个判决这个中天胜诉 那NCC主委或是NCC这个机关赔得起吗 我想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政滥权 最后导致的后果 其实根本它是付不起的 那就算今天司法胜诉了 中天真的能要回公道吗 除了把这个所谓的执照要回来 那后续这段期间的损失 NCC有办法赔吗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有疑惑说 为什么现在才在讲这些问题 好 第一个部分就是呢 我们是因为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后 才慢慢了解原来有这些黑箱 曾经NCC不敢告诉你的事情 我们就在法院透过行政这样子的 透过提起诉讼这样的方式呢 去得到了一些解答 因为法官会调查证据 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黑手 原来有这些黑箱秘形 好 除此之外呢 为什么要针对这些 好像看起来是行政程序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打算是行政官的相关的诉讼 所以行政法庭本来追的就是这些程序正义 而NCC显然没有程序正义的概念 而前国安会的副秘书长杨永明也怒批了 这应该被撤照的不是中天 该被撤照的其实是NCC 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要等那个宣判了 这个宣判已经出来了 很清楚 撤照NCC 不是中天 NCC这个单位根本已经是违法单位 他一连串做的错误的决定 而且是违反民主 不只单纯违反法律 连续十次的法院的判决 难够还不告诉你说 你违反法律到什么程度吗 但是他可以厚脸皮到 还是要去强力护航另外一家电视台 对不对 而对中天的这整个连续十次的胜利 视若无睹 其实各位 这是民进党的问题 这是蔡英文的问题 这当然不能够视为关台理由 对不对 但是现在几乎完全是由NCC自己单独 或者就是陈耀祥他自己单独的决定 像上一次的那个电视台的审议的时候 事实上其他的委员都了解 不可以这样子硬干蛮干 可是我觉得我并不是这么的乐观 我觉得这个电视台的通过 只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这一定来自于最高层的 最上层的这个指示 而陈耀祥为了他的政治前途 或者为了我们不知道的意义 我觉得其实这个影响的 不只是中天 是整个台湾的民主跟法治 因为之前这个案件的时候 咨询委员会当时12个 已经超过一半是说中天没有违法 但是NCC还是没有采纳 这就不可思议了 完全已经失去了 民主的多数决的这个基础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主任委员 可以做他这个主席 可以做几乎的否决式的这个决定 所以已经这不是所谓法治 或任何的程序 这是一个独裁 更严重的是背后一定有利益交割 一定有利益上的这种就是问题 对不对 否则任何的个人 只是为一个权利 权利是会使人腐败 但是利益是会使人疯狂 我觉得背后的利益 就像是军工产业 可能成为民进党的这个口中肉一样 是不是在媒体 在其他的这些产业里面 也已经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各位都眼睛是雪亮的 应该都看得非常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